距離英國一萬五千多公里的澳洲 澳壁五元紙鈔上 印有已故英國女王伊利蕭白二世的肖像 這是因為澳洲身為大英國協的成員國 與其他55個國家一樣 將英國國王或是女王當成國家元首 不過印有英國君主肖像的澳壁 恐怕即將走入歷史 澳洲央行二日表示 英國君主將從澳洲紙鈔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與澳洲原住民文化有關的設計 事實上在伊利蕭白二世於去年9月駕崩時 就有澳洲原住民團體跳出來 強烈抗議英國殖民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 並呼籲國家廢除君主制 因此澳洲的至上改革 受到了不少當地民眾的支持 而澳洲目前仍然採行君主力限制 尊查爾斯三世為國家元首 只是自從女王逝世後 澳洲國內的改制聲浪就越來越強烈 加上現任總理艾班尼斯 也支持澳洲該採行共和體制 這讓外界猜測澳洲的紙鈔改革 是否將為澳洲退出大英國協的計畫 揭開序幕 河宇新聞是沛宣綜合報導 美中對一制下的東協 因地緣政治角力趁勢崛起 中英鏈爆發大千洗潮 台場機會挑戰有哪些 每周六晚間八點 看見新東協用一小時 帶你掌握東協商情 正經發展 中英鏈爆發大千洗潟 那是我們就可以用來 我們都在地點